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试谈 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多喝水一项都是对身体有利的事 但最近,一位印第安那州的35岁女子萨莫斯 却因为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导致水中毒而身亡 对此,萨莫斯家人在悲痛之余向公众发出警告 请大家不要在短时间内喝太多的水 据报,在7月初的国庆节周末,萨莫斯和丈夫两个孩子到湖边度假 他们一家在船上待了好几天 然而就在四天假期的最后一天,萨莫斯的哥哥接到另一个妹妹Holly打来的电话 说萨莫斯住院了,她的脑部肿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医生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消除 她的情况看起来不太好 另外,据萨莫斯的家人说 当天早些时候,萨莫斯感到自己有脱水现象 感觉自己喝不下水 当时她还提到自己有点头晕头痛 后来,据萨莫斯的家人描述 她曾在20分钟内喝了4瓶瓶装水 一瓶约16盎司 也就是说,她在20分钟内喝了64盎司的水 即相当于半加仑 这是一个人一天的水量 当晚,萨莫斯回到家后就晕倒了在车库 再也没有恢复意识 后来,医生告诉她的家人 萨莫斯的死因是水中毒 对此,印第安那大学健康中心医生 弗洛伯格表示 当一个人快速喝太多水时 就会发生水中毒 如果体内水分过多 钠含量不足 就会有很大几率导致水中毒 她表示,这种情况一般很少发生 但她还是提醒公众 包括时常在户外工作或锻炼的人 务必为自己制定补水计划 尤其是在酷热的夏季 因确保喝下的东西含有电碱质、钠和钾 通常情况下 水中毒一般会出现全身不适 肌肉痙软和酸痛、恶心与头痛等症状 对此,萨莫斯的哥哥米勒提醒大家 妹妹的意外身亡让她得到警示 如果渴了喝一瓶水 假如还是觉得水分不够 那就必须得喝含有电碱质的饮料 例如运动饮料加德勒 好,那么对于水中毒的事件 最近我记得在我们的节目中 好像这已经不是第一起了 好像是在上个月 我们的节目中也报道过 一位去墨西哥旅游的一家美国人 其中有一个孩子 也是在短时间内 好像是连续喝了三四瓶水 好像三四瓶矿泉水 最后也是导致水中毒 但索性的是 她妈妈发现后及时送医 最后在医生的指导下排了水 没有造成审美危险 所以呢 对于喝水的问题 这两起事件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警示 日前 纽约西区联邦地区法院 总检察官罗斯宣布 一名在纽约州立大学 水牛城分校 就读航空航天工程专业的 中国研究生 应在签证申请中 涉嫌瞒报 在中国的教育经历和研究活动 被控签证欺诈 如罪名成立 或将面临最高十年监禁 据控署显示 28岁的张信中国留学生 于2021年获得美国F1非移民签证 但他在申请签证的资料中 遗漏了一个重要信息 就是他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就读和从事研究的经历 据控罪书指出 北航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直属大学 被誉为中国国防妻子之一 包含9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且院校已承担中国军方的研究项目 及代表军方作业而闻名 是中国方面主要军事力量的武装部门 据联邦调查局FBI探员 丹兹格表示 在递交签证官的简历中 张信同学列出了他在泉州就读中学及高中 以及就读于中国矿业大学的经历 但却未提到北航 但在2022年12月 他向普渡大学等三所大学申请博士时 却附上了自己曾就读于北航 以及在其流体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做研究的经历 两份简历不一致 据FBI太原丹兹格表示 在2020年5月29号 美国前总统川普曾签署 暂停中国某些非移民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公告 禁止与中国军民融合有关联的中国公民 持F或J签证进入美国 攻读研究生学位或访学 根据该规定 北航大学属于此列 目前这名张信同学 以1万美元的现金取保候审 那么这件事情也给大家一个重要的提醒 现在出于中美关系极度紧张的背景下 美国方面对于中国留学生 以及入境美国的中国人 申请材料方面审核非常的严格 尤其是本文中提到的 曾在被誉为中国国防妻子的高校 进行学习或研究经历的 一定要如实填写披露 否则一旦被查出 将会为自己引来巨大麻烦 好 在节目中间 我想对我们的这个字幕问题 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昨天有网友提出 说字幕中有很多错别字 确实 这个是我用软件自带的AI系统 自动生成的字幕 没有校对 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确实没有精力去校对字幕 因为校对字幕比较耗时 对一遍字幕比剪一遍片子 还要费时间 尤其是一些外国人的名字 连打又打不出来 有时候还得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找 所以我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这个字幕我们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大家要是觉得字幕有必要 错别字也不在意 那么我就把自动字幕加上 给大家提供一个视觉上的辅助 如果大家要是觉得有错别字 那还不如不加 那我就去掉 继续保持原来那样 屏幕干干净净 没有字幕 请大家给我一个反馈 给我留言 以便我根据大家的意见 来做一个决策 希望大家都能够给我留言 因为我需要一定的样本数 大家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打要字幕或不要字幕 就可以了 近日加州的两名便利店员工 因殴打一名多次到店里抢劫的劫匪 可能将面临被警方调查 据报 这家位于加州斯德顿市的7-11便利店 在两天内遭同一人连抢三次 7月28号凌晨3点41分 这名劫匪进入这家商店 向柜台收银员表示他有枪 并抢走了一些香烟等财物 隔日深夜12点27分 该劫匪再度来到该店 并再次威胁店员 把钱交给他 然而在店员表示不从后 他用一个大垃圾袋装走了一些食物 而就在数小时后 他又拖着一个大垃圾桶 再次回到店里 并将货架上的大量香烟装进垃圾桶 而就在这名劫匪肆无忌惮地抢劫 并破坏店内设施后 两名店员终于忍无可忍 一并冲出 将他合力压倒 其中一名店员手持棍棒 一直将他打到求饶为止 而该过程却被旁边的一位 劝驾顾客用手机拍下 后来这名顾客将视频传到了Instagram上 结果视频迅速爆红 短短数日已有数百万人浏览 虽然很多网友留言称赞员工的勇气 但这段视频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据当地警察局在其脸书专页发文称 我们注意到一段两名7-11员工 袭击一名抢劫邪犯的视频正在网上流传 当局正在了解这起事件并进行调查 感谢一名目击者录下事件过程 并在8月3号将视频传到网上 帮助警方得以调查这起攻击事件和结案 警方表示 这名结犯在事发后向警方求助 说他的腿和肩膀受了伤 需要医治 警方将他送到了医院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订阅关注本频道 还望老朋友多多点赞 在美国年收入达到多少才能算是有钱人 当然这个答案可能比较复杂 因为它跟个人住所 职业 储蓄 投资 消费习惯等诸多因素有关 但最近理财网站 smartasset列出了两大标准 其中一项是来自国税局的标准 认为年收入达到54万美元 也就相当于每月收入约45000美元 才能进入前1%的收入顶端人群 才能算得上是有钱人 如果你想进入收入顶端前5% 则需年收入达到50万美元 另外是来自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项标准 该机构认为年收入要达到近82万美元 才能进入前1%的有钱人行列 以2021年数据为例 年收入需超过819324美元 或月收入超过68277美元 才能晋级前1%有钱人行列 但根据该机构的数据 进入收入前5%的年收入标准 则比国税局的标准低出很多 只要年收入超过335891美元 便可进入前5% 据人口普查局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实际家庭年收入中位数 约为7万1千美元 但想进入前20%行列 则需翻倍 年收入需达到13万0545美元 但根据研究发现 鉴于各大城市和不同地区的巨大差异 这个标准差距幅度深大 例如在旧金山 年收入需达到25万美元 才能进入前20% 而在底特律 年收入只要达到70444美元 便能成为前20%的收入人群 那么有钱和富有 究竟又有何区别呢 据研究指出 有钱人可能是手头有充裕的现金 可买一些奢侈品或负担得起昂贵的假期 但富有人群则可能更加专注于增加净资产 创造能够传世的财务遗产 据嘉兴理财指出 一般的美国民众认为 净资产达到77万4千美元 足以实现财务舒适 而净资产达到220万美元 便可成为富有人事 据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Z世代即18岁到24岁群体 将是以白人为主的最后一个世代 2010年后出生的α世代 则将由少数族裔占多数 成为美国社会人口的主流 据布鲁金斯研究院人口统计学者弗雷 在报告中指出 据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 不同年龄的足以多样性 已出现上升 非西亿白人在75岁以上的人口中 占77% 55岁到64岁群体占67% 35岁到44岁群体占55% 但18岁到24岁的年龄群体 却占比不到一半 只占47% 对此他预测 到2045年 非西亿白人在美国的人口占比 将不到50% 到2050年 非西亿白人 18岁以下的人口 占比将会低于40% 对此 纽约市立大学名誉教授 阿尔巴认为 种族隔离已经衰微 因为平均美国白人居住的社区 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居民 都是白人以外族群 据人口统计学者表示 未来几十年 美国若想保持继续繁荣 就需要多样化人口 因为目前美国的中位数年龄 为38.9岁 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中位数年龄之所以上升 是因为生育率下降 这些趋势将对美国的劳动力构成威胁 因为较少的劳工 代表着经济增长将会减少 因此有专家认为 移民对美国来说是好事 大家希望有一个不断成长 充满活力 并有很多人 能为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 做出贡献的国家 但这些事情 不能仅指望白人来做 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矜持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信仰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情啊重啊怎么点亮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默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默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得到失去又能怎样 又能怎样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